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故事 阿森从乡下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投奔六叔 进入了六叔工作的堂府做下人 伺候一个被老爷包养的女人宝宝 宝宝是大上海的歌舞皇后 老爷为她把自己的妻子赶出家门 因此宝宝越发骄纵 经常刁满阿森 不仅如此 他还和老爷关系最好的二爷暧昧 虽然和上海滩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都有关系 但他们只是把宝宝当成工具 老爷利用宝宝招揽生意 并让他献唱给自己的生意伙伴 而二爷想利用宝宝杀了老爷做老大 都不是真心对他 突然发生意外 有人袭击老爷 六叔在慌乱中替老爷当刀死去 老爷带着阿森和宝宝逃到一个岛上 除了帮他管理家业的师爷 这次避难他谁都没告诉 任何人都不能进岛出岛 岛上只住着一个寡妇翠花 和他的女儿小云 平时负责给老爷他们送饭 宝宝无聊时常去找翠花聊天 却意外发现翠花有个想好的男人 他逗弄了翠花一番 但没想到因为他 老爷注意起了这个男人 为了保守秘密 老爷派人杀了这个男人 因此宝宝和老爷发生争执 出门而去 心中苦闷的宝宝找到阿森 吐入心声 并提起了自己的过去 原来 生气凌人的宝宝 也是从想下来的 他百般努力 才有今天 却过得不如意 他给了阿森三块打烊 希望他攒够钱就离开上海 阿森却固执地要留在上海 为六叔报仇 宝宝叹口气就让阿森离开 阿森回头看时 觉得宝宝一身的孤寂 宝宝觉得对不起翠花 他对翠花讲的自己的过去 聊了一夜 没想到阿森一直在外面守着 怕他回去是没有伞 这时二爷三爷也伤倒了 在野地里 睡了一夜的阿森 不停地拉肚子 却在芦苇荡里 听见了二爷 派人来杀宝宝 他狂奔回去 看到几个人在打麻将 他说出了二爷的阴谋 老爷却说 他早知道二爷的心思 也知道二爷和宝宝的奸情 之所以来岛上 就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事情败露的二爷 大妈宝宝是个贱人 说自己从没爱过他 宝宝就一直笑着 笑着笑着 却流下眼泪 后来宝宝和二爷 还有二爷带来的手下 一共二十个人都被活埋 阿森疯狂地向宝宝跑去 却无力改变什么 老爷怕曾经和宝宝 彻夜长谈的翠花 把秘密泄露出去 杀死了翠花 并带走了翠花的女儿小云 想把他培养成下一个宝宝 为了调教阿森 他把阿森倒掉起来 口袋里宝宝送了三块大羊 掉进水里 关于宝宝的一切 自此了无痕迹 随着船儿的摇晃 上海滩又要掀起一片 兴风血雨 利益永远是这世界上 最可怕的东西 我们下説 请不吝点赞 栗兰と重力